本期节目您将看到 联合国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学校 世卫组织警告称 新冠病毒感染率激增 不排除疫情卷土除埋可能 难民奥运代表团实现奖牌0的突破 纽约时间0点 北京时间12点 欢迎收看联合国子午播报 我是今天的VIA主持人 79年前的今天 日本长骑士遭到了原子弹爆炸摧毁 造成7万多人死亡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核武器极其威胁 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课本中 今天国际关系的日常言辞中 不断出现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言论 全球不信任和分裂已经加剧 有些人正在肆无忌惮地挥舞核武之间 对此 全世界必须团结起来 谴责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 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实现裁军 古特雷斯强调 核战争打不赢 更打不得 广岛和长期的悲剧 绝不能再次上演 各国必须努力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整整十个月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周二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学校的空袭模式令人感到震惊 这些空袭导致了寻求庇护的境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遇难 据报道 仅在过去一个月内 至少有十几所学校遭到空袭 造成至少163名巴勒斯坦人遇难 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 这表明在实施这些袭击时 未能追寻区分 相劝和预防原则 原权高专办表示 虽然武装团体将军事目标与平民混杂在一起 或利用平民掩护军事目标 免受攻击的行为 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但这并不能免除 以色列在开展军事行动时 需要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 作为占领国 以色列还必须为撤离的居民 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 包括安全的避难所 与此同时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本周确认 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的9名工作人员将被解雇 因为他们可能参与了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的袭击 哈克表示 大量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 数日来一直冒着巨大风险 在避难所或通过提供食品和服务 维持数十万人的生命 我们要确保他们的生育得到充分认可 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获得所需的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本周警告称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正在全球范围内激增 在过去几周 各国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比例超过了10% 而欧洲地区的阳性率则超过20% 包括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至少有数十名运动员的新冠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 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废水监测结果表明 新冠病毒的真实传播率比目前的数字高出2到20倍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部门负责人 范克尔科霍夫周二在日内瓦表示 对于呼吸道疾病来说 在北半球的夏季出现如此高的感染率并不常见 因为这种疾病往往在寒冷季节爆发 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演变和传播 出现更严重变异株的风险越来越大 这种变异株有可能躲过监测系统 而且医疗干预措施对其发挥不了作用 虽然住院人数和重症病例仍然远低于疫情高峰期 但世卫组织正敦促各国政府加强新冠疫苗接种 确保高位人群每年至少接种一次疫苗 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他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疫苗覆盖率如此之低 传播如此之快的情况下 他担心如果出现了一种更严重的变异株 那么高位人群患重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高 来看本期的子午聚焦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在巴黎奥约会拳击赛场上 来自难民代表团的恩甘巴 在女子75公斤级半决赛中不敌巴拿马对手 未能晋级决赛 不过恩甘巴已经创造了历史 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难民运动员 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 促成了国际奥委会 关于成立难民代表团的想法 2016年 由10名难民运动员组成的史上首制难民奥运代表团 亮相礼乐奥运会的赛场 从那时起 每届奥运会和残奥会 国际奥委会都会组建难民代表团 希望通过此唤起全世界对于难民问题的关注 在本届奥运会上 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7名运动员 组成了难民代表团 在12个运动项目中展开角逐 这些运动员都是因为战乱迫害等原因离开了祖国 拥有联合国难民署确认的难民身份 难民署表示 难民参加奥运会展示了他们的坚韧和卓越 是希望和包容的象征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后都占着100万难民 难民奥运代表团更代表着全球1.2亿被迫流离失所者 让我们再次祝贺恩甘巴为难民代表团 以及所有流离失所者赢得的这份荣誉与尊重 在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征程上 像难民这样的弱势群体通过自我实现 给全世界带来了鼓舞和启发 在最新一期 侃侃联合国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柱联合国记者徐德志 与国际法视频博主小Q不是导狼拳 也就此聊了聊自己的感受和观察 就像国交委会所说的吧 这个代表队和运动员 代表着是全世界难民希望的象征 这对难民自己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激励 就是我虽然是难民 我虽然被迫离开了我的祖国 但是我也是个人 我是个有尊严的人 我是个可以去奋斗为自己努力的人 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在展现他们的价值 联系到刚才说的这个难民 既是难民又是女性的选手 有一位就是来自阿富汗的塔拉什 也是阿富汗第一位 应该是第一位女性的霹雳舞者 那么霹雳舞这项运动本身在阿富汗 就有一点这个离经叛道的意思 那么女性和霹雳舞相当的一个出格的举动 所以她也是遭到了很多这种死亡威胁 包括有这个自杀式炸弹的这种袭击 她自己呢也是先流亡到了应该是巴基斯坦 然后再流亡到西班牙 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努力的坚持自己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刚才说的 她是一种不仅是对所有难民的激励 就是在这种逆境之下仍然奋斗 她也是对我们说很多女性的激励 女性也可以做到也可以做好 同时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激励 想要了解更多本期坎坎联合国的访谈内容 请登陆联合国新闻官网 或关注联合国新闻中心微博 大家好 我是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落幕之际 我在奥运村跟大家展示告别 希望很快我们能一起在自他上 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真诚 想要听到更多我在奥运会上的故事和感受 请锁定联合国新闻即将推出的访谈节目 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关注 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 最后 刚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德志的脚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寻找一番奥运五环的踪迹 摸鱼怎么还被发现了 寻找奥运五环 联合国里还要奥运五环 哎呀 怎么办 五环 五环 没有啊 也不在这儿啊 五环 五环 不是 这也没有五环呢 咱们不早说在外边啊 这哪有啊 也没有五环呢 原来他在虫中笑啊 以上是本期联合国子午播报的全部内容 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